今天跑出的就是有这个豪岛的板块 有传港澳7月中会恢复有限度通关 来回两地是不需要检疫的 就刺激了今天的豪岛股做好 我们是否可以在传的时候 今天已经做得这么好 是否可以先部署 等它落实了之后可以再有个上网空间 我说豪岛板块一直都是等着消息 至于消息何时公布 这个才会刺激股价上升 现在暂时都是看到消息刚刚开始发布 我想未来豪岛股都有个支持在这里 而最重要的就是豪岛股在那一段时间 走势是相当之落后的 这个股之言是因为跟近期广东省一个 疫情有个反复的情况在这里有关 至于通关情况 我相信对于豪岛股下半年 都有机会带来一个复苏的迹象在这里 不过投资者可能要留意的就是 在明年在一个豪岛股一个逐牌 是一个逐牌的一个情况 相对来说的话 我建议投资者可以更加 偏重于一些非外资的企业 当中比如银鱼、澳博这些 会是我们的首选来的